好,我們這次的主題就是處理難阻教會和家庭合一的人際問題 即是說有時候家庭裏面的人際問題,教會裏面的人際問題,是會破壞教會和家庭的合一 這些問題我們是需要處理的,因為有很多時候基督徒會願意祈禱,願意傳福音,願意為人祈禱 不過去到有些難相處的人,或者裡面有些情緒,激氣濃躁 他們就很容易受影響,也有些人雖然他們愛主,不過他們說話是很容易激傷人 其實我也有不同的人跟我說,我以前遇到一些基督徒,甚至有些領袖 他們是很熱心的,很熱心祈禱,不過他們本身都容易傷害人的 即是說一些說話令人有壓力,令人不開心,批評 其實這不是神的心,我們從聖經看見神是想我們有柔和的,謙卑的心 有一個是引導人,幫助人,令人覺得被愛的 我們今次會講到這個主題,其中一些我們常見的問題就是不肯饒恕 不肯饒恕呢?我們通常都說我們饒恕了 不過有時候你想一想,有些你不是很喜歡的人 其實你的心裡是有些耿耿於懷的,即是有些介意他的生命是這樣的 這個已經是有不如恕的成分,即是覺得這個人忍不住 很難忍受的,或者是說一些得罪人的說話 有時候有些人是不知道的,譬如說有沒有搞錯? 這句說話,我經常都說有沒有搞錯?這句說話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句說話,即是告訴別人,你搞錯了 你為何做事這麼論盡,這麼沒用,即是有這個成分 有很多人都說,他在哪裡可以 或者他的表情,你叫他做事,怎麼做得到,做不到 這也是一種說話,或者他的表情得罪人 令他覺得,人好像沒什麼用 其實人人都有,我自己回想 我自己也曾經說過很多,令人不舒服的說話 我現在來說,我是很留意的 還有,有時跟人說完之後,覺得有點不對勁 我都會向他道歉,即是說對不起,我說了一句說話令人不舒服 還有,有時人就會對立 中間的圖,對立 給予定罪,給予憎恨,不喜歡對方 有時有些人在教會或家庭會這樣,不太想見到他 最好他出了街,最好今天見不到他,覺得舒服一點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第一點,人有時會不知不覺傷害人 就破壞教會和家庭的合一和和諧 有時也不知,也不想刻意去做 但是帶來這個後果 英文有句成語 A Can of Worms 或者你 Open a Can of Worms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你形容一個人的內心 或者一個情況,就好像一罐蟲一樣 因為在外國,他們有時就會把蟲 用罐頭給他們裝了,就去釣魚 這樣就形容了 那人開他的生命,或者跟某人聊天 已經發現他裡面整罐都是蟲 生命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人內心裡面有很多激壓的問題 有些不開心的東西激壓了 而我們的爭戰就是什麼呢? 就是清理這些的刑履 我們一起讀一下,哥林多後書十章四節到五節 我們爭戰兵器本不是熟血氣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刑履 將各人的計謀,各人攔阻人 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信服基督 這條講道就是我們爭戰 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用熟血氣的 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因為神是充滿能力,祂可以醫治 如果你的內心有些仇恨,有些生氣某一個人 你和某一個人不能化解這些問題 神是可以有能力去攻破這些堅固的刑履 這些刑履有時候是很堅硬的 在裡面是很穩固,是很難拆毀的 這些刑履是什麼呢? 是各樣的計謀 計謀這個意思可以是一些想法,一個信念 就是各樣的心中的一些信念,或者一種看法 所有的,以及難所人認識神那些至高之事 就是覺得我不用神,我不用耶穌的 有時候也會見到一些人,我跟他講耶穌的時候 他說不用了,我認識的了,我已經聽過了 其實他們覺得我已經聽過了,不用再聽了 他們覺得這些東西不喜歡聽 其實他們有個字高,我不需要靠神 其實我們與神的關係,無論我們幾屬靈 是遠遠不及在天堂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去到一個很完美的狀況 去到天堂那種關係很直接很直接 我們現在總是有很多難阻 雖然我經常都教導 你相信一親近神,神就寬你到不得了 可以很直接,可以很開心 已經是一個,在很多人來說 比較難達到的層次 但其實我們真的可以時事說 我一讚給神,神就寬你 我尊重神,神就寬你 神是寬你我們做任何對的事情 已經是開心 但去到天堂,其實有很多人他離世 即是曾經死了,他又救了 或是耶穌被他回來了 那他就說,他一靈魂一出竅的經歷是甚麼呢 他整個都鬆了 整個人的重擔都沒有了 原來我們人生是有很多東西在積壓 我們可能覺得自己都沒有甚麼 即是不算有甚麼的積壓 但有時,裡面有些不開心 有些任何的壓力 有些負面的想法 而去到天堂是鬆到 是好像裡面的開心爆炸出來的 裡面的愛湧出來的 我自己經歷過這個報道家安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我經歷過他按手的時候 那種能力和愛是我真的難忘的 我就會明白到那種愛 那種湧流在裡面 嘩,一聲 我馬上就有些眼淚流出來 是很感動,很感動 今次也是 有些人我去到那裡宣教 跟他們祈禱 他們都很感動 即是裡面的那種釋放是非常大的 我希望大家都繼續有這種釋放 即是將這些所有的營慮全部衝破 事實上有很多人 裡面仍然有很多營慮 即是有很多不開心 計較人的問題 覺得有淡子 有內疚 這些問題 都是一些營慮 這個增值是什麼呢? 將他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叫他能夠完全聽神的話 完全跟從神 有些人 他們跟從神可能已經九成了 已經很好 為什麼九成呢? 他又肯祈禱,又肯傳夫 又肯幫人 很多事情都肯做 不過 對於某些人 他就很激氣怒躁 這個問題 可能普通來說 他十分之一的問題 破壞他的生命 不是十分之一 他十分之一的問題 可能破壞他的生命 五成都不一定 因為為什麼 有時候有些人看到他很猛 他的生命的發揮 是減少很多的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有一些問題 即是影響了一點 譬如有些人 他們在教堂 或者外面 跟別人相處很好 也有很多人告訴我 他說我爸爸 他外出跟別人聊天很好 很多人喜歡他 不過他在家裡 跟媽媽很有問題 兩個人很容易吵架 很多激氣 因為他的心裡 也是介意他太太的某些事情 他即壓著一種 在心中的營慮 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是 有些基督徒相處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樣的營慮 這些營慮 就令人不能夠完全信服神 如果你的心裡 能夠回應聖靈 就是這樣回應 神說 你去祝福祂 你跟祂聊天 有什麼誤會 立刻去化解 你一收到這個意念 你立刻去做 你就會好聽話 你就會信服基督 但有些人就說 不用,不用,不用 不行 這個人很難搞 他不會聽我的 沒有用的 越整越壞 很多時候人會這樣 其實這個星期 我已經處理過一件事情 就是 弟兄姊妹之間的一些問題 處理了感謝神 所以我有感而發 講這篇講道 就是講道 如何所有爛了人 和人相處的地方 都能夠清理這些問題 叫我們整個心意 都聽從耶穌 很多人很容易說得罪人的說話 是很隨意的 有沒有搞錯 這麼蠢 這麼慢 或者表情 哎呀 表情已經好像很不滿意 這種表情其實是令人很不舒服的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和某個基督徒聊天的時候 你講你的問題 接著他的表情是甚麼 即是 一轉眼睛看著你 立刻嘆了口氣 立刻有一些不舒服的表情 我想你一看完 你會說 哎呀 說錯了給他聽 說給他聽 然後他會這樣反應 所以我自己很留意 我自己很留意 我希望沒有甩漏 如果甩漏的話 我都會願意道歉 即是有沒有甩漏 有時候有些表情 有些說話令人不舒服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得罪人的 有時候人會比較 向左邊的人會說 你真的沒有用 你看看別人 你看看他們每個人畢業 又找到工作 他們多好 但是你這樣不行 這句說話會令人有甚麼感覺 令人覺得不如人 即是自己沒有甚麼用 聖經講甚麼呢 《以法所書》四章二十九節 我們一起讀 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 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即是隨時隨地 甚麼事情都好 說一些造就人的說話 那些人聽了之後 是被建立的 是開心的 是有能力的 那麼他聽到有益處 所以我們要留意 就是我們不要說拆位的說話 有時候有些人說 說笑而已 什麼你這麼… 一些說話 例如說 什麼你這麼慢 什麼你這麼可愛 什麼你這麼肥 什麼你這麼醜樣 什麼你的鼻子這麼大 即是無論甚麼都好 那說話的人就覺得 我只是開玩笑而已 只是玩而已 不過聽過人 什麼你這麼肥 我只是玩而已 但是聽過人說 我自己覺得自己很肥 你說肥很難受的 所以我們這些說話 其實沒有益處 我們都留意了 以羅馬書十四章四節 這裡說到 論斷人 神怎麼看我們論斷 我們一起讀 你是誰 竟論斷別人的伯仁呢 他或暫住或跌倒 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有必要暫住 因為主能使他暫住 這裡說到人 很容易會論斷別人 論斷的是神的伯仁 意思是神的兒女 其實他有他的主人 他會照顧他 不是我們去論斷 我們有責任去幫助 但不是去論斷 不是說他 你真的沒用了 這些說話其實我聽了很多很多 有很多人都告訴我 哎呀 那些人說他 這個人 不懂得跟人相處 很難搞 不想幫他 這些說話我時時都聽到 就是說 他對某些人已經論斷了 定了他的罪 覺得他沒有希望 但是這個說 神會保守他的 這個人跟從神 神會保守他 主能使他暫住 你是誰去定人的罪 我們定人的罪的時候 神亦都定我們的罪 我曾經試過有一次 跟一些教目聚會的時候 有些教目分享 我覺得很特別 很好 但有一個 分享得很平凡 在我心裏 我都沒有說出來 我心裏就覺得 有些平凡的感覺 聖靈立刻指責我 立刻覺得不舒服 在他裡面立刻不舒服 聖靈就提醒我 你是誰 你的改變都是我給你的 那個人的改變都是我給他的 雖然他的改變不是很大 但都是我改變他的 你應該欣賞他 那我就立刻留意 以後有些什麼人分享 無論他分享得多平凡 我都欣賞 還有我行過什麼教會 有些教會真的很軟弱 心裏不要批判 只是說祝福神 祝福這個教會 祝福裡面的人 祝福教目 無論他如何軟弱也好 我們祝福他 求主祝福他 我們沒有責任 亦沒有權去定罪 但是我們有責任去祝福人 幫助人 還有我們說的話 是證明我們的生命 在凡人所說的閒話 審會日子 要句句公出來 句句 這句說話 你有沒有想過 句句 無論你哪一句說話 如果你經常鼓勵人 有人說耶穌愛你 耶穌祝福你 耶穌祝福你 那你就有福了 將來數天下 神說你看你經常鼓勵人 那些人聽了你說話 都開心了 但如果耶穌說 你看看你 那句說話是什麼 一口砂糖一口糞 一句好一句不好 是否一口砂糖 OK 總之那些說話是令人難受的 或者是說閒話 所有隨意說的說話 聖經說不是說 你只要上台說這些說話 要小心 是任何閒話 其實原文不一定說別人的閒話 它的原文就是 Idle words 即是說隨意說 你隨口說出來的說話 這些說話就定你為義 或者定你由罪 就是定你 到底你是一個義人 還是一個罪人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說話 神是會歡喜的 和人會歡喜的 還有我們拆毀基督徒 這句說到 我們基督徒是很寶貴神的殿 哥倫多前書三章十六節一起讀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若有人毀壞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神的殿是聖的者 殿就是你們 這句說話 我們是神的殿 所以我們很寶貴 我們是很重要的 神的靈住在你裏面 聖靈住在你裏面 如果有人毀壞神的殿 神要毀壞那個人 因為神的殿是聖結的 這個殿就是我們 這是非常寶貴的 我又講一講一個經歷 因為我上次去短孫 準備去的時候 誰不知感冒 挺嚴重的 喉嚨痛 又發燒 去不了 那老師呢 他就擔心了 他就祈禱了 神呀求你保守 二牧師 保守他的健康 尤其他年紀這麼大 尤其他年紀這麼大 千萬保守他的健康 聖靈就回答他了 他說他是有使命的 是有我的使命 我一定會保守他 你不用擔心 你不要揹著這個擔子 他說聖靈指責他 其實他好幾次 他都說聖靈 跟他說關於我的事 我多謝天父 這個給我的肯定 也不是我配得 是神的恩典 譬如他曾經有一次 他在睡覺 聖靈就叫醒他 他說你快點招聚老師 而牧師去教導他 另外就說 而牧師會承傳你這個侍奉 我覺得很多次 他都跟他說說 我多謝天父 就是說 其實我們個個都是神體重的 尤其是你越聽神的話 你越有使命 就是我有使命 要祝福人 走神的路 找到策略性的侍奉 我曾經說過策略性的侍奉 是什麼呢 沒有策略性的侍奉 隨意做一下 搬下台搬下椅子 有個人來幫他 就是隨意 那策略性的侍奉 是什麼呢 我看到這個人的靈命 是什麼狀況 我就怎樣有策略性去幫他 他是很軟弱的 我就不是跟他說事奉 很軟弱的 就了解一下他為什麼軟弱 他困難在哪裡 然後怎樣得力 好了 他得力了 我就跟他去幫他 那你想不想給神使用 你的生命提升 你有什麼地方難阻 如何發揮 這個是策略 這個是幫人的策略 當你幫到一個人 你就開始有策略了 不如我幫助不同的人聚集一起 可以帶領他們去討論聖經 講聖經 這就是另一個策略 幫助更多人 或者幫助小組 再有策略就是 有些事奉是更加重要的 譬如我現在幫助這些人 是更加重要 是更加有策略性的 因為這些人本來沒有機會聽到呼音 但是有機會聽到呼音 並且可以傳給很多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就是神將這個策略給了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給了我 我就覺得這個是神給的 我就很有心 我覺得能夠幫助那些學生 是非常寶貴、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策略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也是周圍訓練 牧師、傳導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訓練他們 他們會幫助更多人 這個就是我們有這個身份 當我們有這個身份 我們是神所揀選的人 有這個策略、有這個呼召的時候 神是一定保守 有些人說 我又不是牧師 有什麼呼召、有什麼策略 其實你任何地方 你說我想榮耀神 我想祝福人 我也鼓勵大家 你嘗試放一些YouTube的影片上網 其實很簡單 你煮飯 你又說一下我煮什麼飯 你放在網上 有什麼菜 我養一隻狗又怎樣 你那些寵物又怎樣 很多人喜歡看的 然後你後面又說一下 耶穌如何愛我們 你看小動物看到耶穌的愛 你看食物看到耶穌的愛 這個也是找到神的策略 我們每個都是神的電 但是有些人是更加重要 更加寶貴的 在神的天國裡面是非常重要 而任何人拆毀這些神的電 尤其是神有使命的人 神有托付給這些人 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人拆毀他們 神一定會拆毀他們 神一定會在他身上報應 去管教他們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怕了 我們就不用擔心人 亦都同時我們留意 我們不要叛到弟兄姊妹 耶穌說過 任何一個小子 如果你叛到他 耶穌說他們的使者 常見天父的面 如果有人叛到他 不如把大磨石綁在他的頸上 丟他下海 耶穌很少說話這麼嚴厲 很嚴重 綁一個大石頭在他的頸上 丟他下海 也就是說 耶穌說你叛到一個人 是非常嚴重 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因為他的生命很寶貴 他是神的電 你令到他失去救恩 是很嚴重的 或者令到他離開神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就不要說任何說話 傷害人 神一定會追討的 以上講到的問題了 然後聖經教導我們如何處理好自己的內心 才能夠柔和和人相處和幫助人 就是說 自己懵懵懵懵懵懵懵 幫不了人 如果我們經常懵懵懵懵 激氣 擔心憂慮 我們很難幫助人 第一就是耶穌說的話 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來 我就使你不得安息 過基督徒都知道 不過很多基督徒都在重擔之下 都沒有找耶穌去釋放 我們就說 耶穌你會照顧我的 你會幫我的 你一定幫助我 這些問題是沒有問題的 當時我自己也有點擔心 當我發燒的情況 那麼嚴重的時候 喉嚨又那麼痛 挺擔心的 但是我又知道神有計劃 我自己也想 神啊 我什麼時候康復 下個星期去不去呢 下個星期去的時候 其實聲音也不太好 不過我也照樣去 我多謝神去保守我 這個就是神啊 我將一切交託給你 雖然在一個困難中 什麼事都好 神會照顧的 因為耶穌的騙 是耶穌負責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的 還有如果你有傷心 一定需要醫治 待會我最後會講到醫治 還有我們分組的時候 都會講到營旅 怎樣處理 拆解 然後跟著得醫治 那就是神差我們去治好傷心的人 不過首先你治好 你怎樣知道自己治好呢 起碼你懂得笑 你懂得開心 你會相信我一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我一尊重神 神就歡喜了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這個你是治好的 但如果你經常都說 哎呀很慘 經常都想著這些問題 你的心靈仍然是未治好的 所以我們需要醫治 如果你未治好的 你可以跟我說 也可以跟Rachel說 跟Melody說 讓他們幫助一下你 讓你可以得到釋放 得到醫治 被老的得釋放 可以處理這些困索 叫能夠安慰那些悲哀的人 有喜樂猶 還有有讚美醫的 還有我們都有很多恩典 我們深信 我們聽神說有很多恩典 我們數算恩典 不要數算困難 有困難我們要處理 但很多人數算困難 就覺得自己很慘 但你數算 我有食 有住 有耶穌 有神的同在 有基督徒的幫助 有神給我們的能力 還有各方面的恩典 各方面的恩賜 有侍奉神的機會 我們就說 在詩篇十六篇第二節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處全都在你裡面 有很多好處 大家看下面的圖 神供應我們給這麼好的食物 聖靈又更新我們 神又安慰我們 又給我們力量 多次我們受傷 耶穌安慰我們 又給我們力量 祂又陪著我們 隨時祷告 你都必定有神的回應 必定有神的安慰和同在 又給恩典和有力量 還有一個奇妙計劃 一直提升 我很感謝主 就是這十多年 我回到香港之後 神一直給我開了復興 宣教事工 接著一步一步 各方面 去了十五個國家事奉 宣教 又能夠網上 又有訓練 又能夠開不同的路 這個就是神奇妙計劃 又提升我的生命 然後我們有永生 和今生 和來生的賞賜 其實有很多好處 我們每天都數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開心 另外就是耶穌 是我的產業 是我的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你替我持守 其實神是我的產業 有神 什麼都需要的都有 你這樣想的 很簡單 我的產業不只是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可以倒了 可以沒有了 但是神是我的產業 神是有一切的恩典 所以在我裡面 是有封聖的恩典的 神幫我們 神要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 羅馬書八章三十二一節 有耶穌幫助我必不具派 人能把我怎麼樣 看看右邊的圖 就算有個很大的敵人 踩到你那裡 你很輕鬆地 撐著他 因為我有耶穌 他有多大的敵人都好 我靠著耶穌 能夠綁落得穩 還有有這個盾牌 信心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魔鬼一切的火箭 我們不用怕的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的 我們的心就平穩安靜 被人罵完 不要緊的 不能死的 那些說話已經在空中走了 我不用放在心上 好了 這是處理內心 接著就是 如何處理和建立人際問題 由於有問題 如何處理呢 這個圖挺有趣的 我家裡樓上住了一個大象 為什麼呢 走路 搬夜 因為他沒有想到樓下 有些人在樓上不知道他跳繩 有些人住在家裡 他說 哎呀很可憐 樓上經常跳繩 好像一隻大象一樣 因為他沒有想到別人 我應用在我們身上 有時候我們做一些事情 說一些事情 沒有想到別人 我們想去建立好關係 一定要想到別人 耶穌說的話 很簡單的說話 英文叫做Golden Rul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金的律例 我們一起讀 所以無論何事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馬太七章十二節 即是無論什麼事都好 你想人怎樣對你 你就怎樣對他 你想人歡迎你 你就歡迎他 你想人對你笑 你就對他笑 你想人關心你 你就關心他 你想人幫你 你就幫他 有時候你拿著一堆東西 沒有手 沒有手開門 有個人走過 開門一聲走過去 都不跟你推著門 你真的覺得 哎呀 什麼樣的 你看著我拿著這麼多東西 你推開門 你先讓我過了 因為他沒有想你 我們什麼東西都是 見到別人 拿著很多東西 幫一下他的手 他有什麼困難 幫一下他 回應一下他 關心他 這個就是關心人 和想到我們說的話 和我們的行為 會影響人的 所以我們想一想 未說話之前 尤其是要處理問題 很多時候我都會問問我太太 她有這個問題 我想傳個WhatsApp給她 怎樣說法 那我就讓我看看 她看完 她可能給我一些意見 有時候她沒有意見 她看到一些句子 這句說話 可以不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很感謝神 有祂在我旁邊 給我更多智慧 這就是想一想 那句說話 會不會帶來不好的後果 因為有時候 那句說話沒有錯 不過令人不舒服 這樣已經要改變了 即是沒有錯 譬如說 你這樣說話不行 我通常都不會這樣說 即是怎樣說法 怎樣說法 怎樣說法是最好的 這個真的需要智慧 所以我們需要愛心 恆久忍愛幫人 有恩慈 經常是恩代人的 這句哥倫多前書 十三章四節開始 又不嫉妒人 別人比你厲害 做感謝神 他比我厲害 多謝天父 有些人受不了 又不會自誇 又不會說自己厲害 又不會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那些事是要見得光的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是為了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沒有不計算人的惡 凡事包容是包容人 凡事相信 不是相信人 不是凡事相信人 而是相信神 但對人的信任 是在乎這個人的生命 有些人的確可以信任多些 有些人是不能夠信任多些 有些人是不能夠信任多些 有些人跟人做生意 是跟親戚 又是信耶穌 又是信耶穌 怎知道被人騙 真的會有這樣的事 所以我們不是人都相信 一定要分辨 凡事盼望 不是盼望人 不是盼望人 不是盼望你老公老婆 希望他好 不是盼望 是希望 但對神有盼望 還有凡事忍耐 就不是忍耐神 是忍耐人 不過很多人跟人相處是怎樣 剛剛相反 又不恆久又不忍耐 沒有什麼耐性 又沒有什麼欣慈 又容易疾到別人 別人比你還要疾到 又容易誇耀自己 又做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情 又為了自己有什麼益處 有什麼質疑 又容易發怒 又計算別人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又凡事不包容 又不相信神的幫助 凡事沒有盼望 凡事都不忍耐 真的有些人剛剛做了相反的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不是這樣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我希望大家記得 關係比事情更加重要 很多時候 人們因為一些事情發脾氣 但是關係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關係 令到這個人傷心的時候 後果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我們是體重關係 然後才處理事情 處理事情的時候 都是有關心這個關係來處理 柔和的方法 譬如很多人 因為什麼呢 打破碗 就罵老公 罵兒子 你真的沒用 吃東西不洗 吃東西不做 做東西打破 但這句說話 令到他心裡 會憤怒 或者抗拒 這些都是 體重就是比人多 我們就看看 我們體重的人 比一切重要 雖然他有些事情要改 但我們慢慢去改 有耐性去改 以及切身處地 即是說這個女生在哭 很少小朋友都會這樣做 如果我在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感受 這句說話真的很高級 即是能夠說 如果我是他 我會怎樣感受呢 事實上很多人都不會這樣 在《弗洛比斯2章4節》 我們一起讀 《國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其實他不是說 各人都要八卦別人的事 是顧 有些人是真的八卦的 你多少歲 你的工作多少錢 你結婚了嗎 你去過哪裡去旅行 怎麼問這些事 真的沒問題 要不要問呢 這是八卦別人的事 這不是聖經吩咐 是關心 如果我是他 我遇到的困難會怎樣呢 即是想到他的困難 想到他的需要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 這就是愛心 當我們想到別人的感受的時候 我們就會小心 還有有些什麼嚴規 總是要給一次包容 給一次饒恕 使人禍禍什麼呢 和平是者 即是兩個人明明有衝突 我們知道之後 不要加鹽加醋 什麼叫加鹽加醋呢 就同一個人說 是的他很壞的 你那個人經常都是這樣 他會氣壞我的 跟這個人說 他也是很壞的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兩邊都說過 但兩邊都是說破壞性的說話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做和平使者 真是在左邊 有人不和不饒恕 我們就幫助他化解 就不是去加鹽加醋 不要將事情擴大 還有有智慧和柔和的生活處理 右邊那邊就是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 不要去全港閒話 因為鹹話會製造誤解 以及會擴大問題 其實全港閒話就是計算人的我 就是他壞 所以我現在不喜歡他的壞 以及對人深存憤恨 生氣人 而我們說話柔和 是能夠更加令人使路燒退的 言語暴淚觸動怒氣 即是我們說話幾方面 第一就是內容的柔和 即是說 耶穌很愛你的 你很寶貴的 譬如處理問題都說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呢 這是柔和 第一就是內心的柔和 內容的柔和 另外就是聲音的柔和 有些人覺得聲音柔和 就不能夠改變人的 其實聲音是可以柔和的 即是 即使我們大聲 這個是共鳴 你可以學 其實我鼓勵大家學 學共鳴的聲音 共鳴的聲音 就算是大聲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不是硬 什麼叫硬呢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這是硬的聲音 唱歌也是一樣的 我的心平穩安靜 柔和有感情的 即是說 我們說話的時候 就是內容柔和 聲音柔和 表情態度柔和 每一樣柔和 令人覺得舒服 柔和的舌頭 能夠截斷骨頭 多硬都好 能夠將它柔和 以及揭力保守 這個合而為一 其實原文沒有個心這個字 是保守合而為一 the unity 在神裡面 我們是合一的 無論什麼教會的基督徒 所有教會的基督徒 都是合一的 揭力保守這個合一 在聖靈裡面所給我們的合一 凡是謙虛 謙和的 柔和的 溫柔 有耐性的 用愛心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保持這個關係 和揭力保守聖靈所致 合而為一的心 保守這個聖靈所致 合而為一 這就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做的 也不要去論斷人 不要定人的罪 也不要去饒恕人 以及給人 其實原文是沒有說到給人的 即是給 and will be given to you 那為什麼中文加一個一 加一個人 因為後面那裡有說 你們用什麼良氣良給人 又必用什麼良氣良給你們 所以這個是說到給人 不過也應該可以包括給神的 奉獻給神 都是一樣可以 因為我們奉獻的時候 都是幫助其他人的 所以那個級是說到奉獻和給人 當我們願意付出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我們福興宣教士公 我們多謝主 因為有一些很忠心的人的奉獻 我們能夠幫助那些人的數目 實在是不少的 真是我們一個很小的群體 我們行狗地 即是我們那個奉獻能夠幫助 那個群體有這麼多錢 我們的需要 雖然我沒有拿薪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 我們幫助人的數目都不少 我們多謝神 我們樂意付出 神就給我們很多 真的有些人是沒有回這個聚會 你沒有見過他 但是他知道我們的侍奉 他都樂意幫助 這個是禮物來的 我們多謝天父 我們越愛神 神越給我們恩典 最後就說到 有時候我們有些刑侶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容易發怒 為什麼這麼容易被人傷害 就是因為他有刑侶 譬如有些人很容易被人冒犯 說一句話 別人跟別人說 我們要多些祈禱 他就說 他在說我 他在說我 他說我沒有祈禱 他叫人多些祈禱 他在說我 其實他很容易被人冒犯 那為什麼他這麼容易冒犯呢 原因在哪裡 他是刑侶 即是他裡面有個寶侶 怎麼來的呢 因為他多次被人傷害 他受落了傷害 入了內心 他就覺得自己沒有用 而且覺得他不及人 所以他就自卑 我是沒有用的 那些人說的壞 還是說我的 都在說我的 那麼他們裡面 就容易被人冒犯 那些人會經常想 那個人其實背後說我的 他們很短暗的 是說我的 我真的認識一個人 是這樣的 我看上去 有一幫人 黑色衣服 他們也很短暗的 說我的 我問你怎麼知道 他說是 他問是 他們周圍都有這些人 他們經常說我的 有些人有种这种 我不知道叫什么问题 幻想抑郁 总是觉得别人害他 说他什么不好 然后第五 就经常诧异别人说话的动机 他这么好人 是什么原因呢 有些太太对老公说 你送债花给我 有什么东西想要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想要 第六 经常想别人的说话 睡觉就想了 那些人真是坏了 于是情绪和睡觉都影响 总是想象可能发生不好的事 这个就是盈女的情况 怎么样拆解盈女 就是 神会祝福我的 我不用担心 那些人伤害我 其实他很惨 他被人伤害很多 其实我生命很宝贵 我们就天天亲爱神 神欢喜的 神欢喜我亲爱他 神会祝福我的 我有这么多恩典 我数算 我其实是一个蒙福的人 我是蒙福的 所以 人家就算说话攻击我 我都没有问题 有时有些人跟我说过 他说 你在网上的影片 我很喜欢看的 不过有些人批评你的 我听完后 我不会回答他 我不会反驳他 我只是谢谢他 我会反驳 那些人不接受 不接受 不用说 不用说的 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 我不死得的 我不会因为他不接受而死的 他欣赏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这个就是 我们心里平稳安静 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冒犯 第二些人 就是很难欣赏人 很难赞人 很难赞个儿子 你真是乖 你真是厉害 很难称赞人 而且很容易质道人 别人比他质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 他从小就没有被人欣赏了 或者经常人家将他比较 你看别人的孩子 别人读书多厉害 你读了读 都是考得最后的 就觉得自己没用了 第二 就是经常觉得 别人比自己好的 总是觉得 你看那个人 多厉害 什么都比我好 第三 觉得这个世界 是一个竞争的世界 所以我要比人厉害 那怎么比人厉害呢 我要 第四 就是见到人 我要质道 我要比他更厉害 我要比他更厉害 而我赞他 就是高抬他 我就要踩他 明明那人做好的事 就跟人说什么呢 其实他 侍奉神是假的 他骗人而已 总是要踩他 就想抬高自己 但是其实 越踩人 神越不宽 天国是怎样的呢 越帮人那些人 你就越提升 所以耶稣说 你如果想在天国里面 是大的 你就作众人的仆人 你越作众人的仆人 你就在天国里面 是大的 所以我们见到人 我们就欣赏 我们就建立他们 我们见到他做得好 就欣赏 就算他做得不好 有些地方不够好 不过他有好的地方 我们就欣赏他了 有些人就容易比较和批评人 很容易说些话 就是读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被人批评惯 家里经常批评人的 他心里的伤害 和很生气 和想报复 又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了 所以在里面自卑 他就会找人的弱点来批评人 就像我批评他 我就比他更加努力了 但其实批评他 并不代表自己比他更加努力了 他也不懂得分辨什么话令人不开心 我试过辅导一些情侣和夫妻 他有时会说 他也不懂的 做不到的 我就问他 我说 刚刚这句话 你觉得会令对方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 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 他会不知道 他没有想到 有时我说 如果别人说你这样 有些人会知道 如果别人说你没用 你觉得怎样 有些会说 但有些人连这样也不会说 他真的感觉是麻木了 有些人不知道 原来他说的说话伤害人 所以他又怎样 里面是自卑 外面又骄傲给人看 外面又批判人 那如何处理呢 就是说 深信 就算我多么不及人 我听耶稣说 我都可以被提升 我可以越来越高升 而神会提升我 我听耶稣说 神会提升我 而我鼓励别人 欣赏别人 神就欣赏我 我的生命就提升 其实什么人 在天国里面是大呢 就是经常祝福人的 经常帮人 他的生命就提升了 然后有些人又容易说 伤害性的说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曾经有人用伤害性的说话 伤害他 没有被医治 所以他里面有自卑和生气 很想报复 就很想好像那些恶人 有权势 哇 很大声 我可以学他 这么大声 这么有威势 有些人说 他骂人很厉害 他要学那个人骂人 他的骂人 骂得很厉害 他觉得骂人 或者指责人 是更加有力量的 还有 叫自己比人更加高 骂人成为一种习惯 第五 他不能分辨到什么说话 批评人的 就没有理会到 别人受伤害 那我们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首先自己平稳安静 自己得医治 整天相信神的爱 然后呢 我们说什么说话 都想一想 赞赏的说话 赞赏的说话 都要小心的 譬如说 你今次敬拜也很好 但是敬拜也很好 就是上次不好 有时人会这样拿作用神 就是我们都要想一想 但是通常赞赏的说话 就不用想太多 但是批评的 提议的 那些一定要想 就是真的反复思想 怎样是更加好 以及心里面 没有一种报复的心态 而我们记得 我们做在大英身上 就是做在耶稣身上 就像这个女人 把这个高游 高在耶稣身上 耶稣就说 你传福音去哪里 都要传说这个女人所做的 作个纪念 就是说神会纪念 我们做在主的大英身上 和主耶稣身上的事 我们一生人做的事 神会纪念 这个是很蒙福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做的是神纪念 而不是伤害 而不是破坏 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祷告 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到底和人聊天的时候 令人有什么感觉呢 通常人们喜欢和我聊天 很容易而已 喜欢和你聊天 因为我不喜欢和你聊天 那些人 看到你就喜欢 走到你那里和你聊天 就是说你也是和人聊天 令人舒服的 那么你和某些人相处 有没有困难呢 我们就反思一下 在神面前 求主耶稣 帮我们省察我们的内心 省察我们有什么地方 容易说话得罪人的 有什么地方容易 令人觉得不舒服的 还有我们曾经 怎么样和有些人的关系 有些破裂了的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 求主耶稣帮我们改革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真的 说话是令我们得到安慰的 你很多的应许 令到我们安慰 耶稣和彼得 彼得要犯罪 但是耶稣说 我因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经过你的弟兄 我就看到 耶稣真的说话 是令到他很被爱 被关心 被鼓励 被提升 求主帮我们反思 我们的生命 到底我们的生命 是祝福人 还是破坏人 还是破坏教会的合日 破坏家庭的合日 求主帮助我们反思 帮助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可以 有哪一样东西 可以开始改变 大家想一样东西 我有哪一样东西 可以改变 或者有哪一个人 我可以开始祝福他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开始善待这个人 开始建立和这个人的关系 去接立他 我们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也要多谢天父 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都习惯 大家习惯去为人祈祷 说祝福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 求主帮助我们 持续有这种关系 能够持续去祝福别人 持续去说 安慰人的说话 祝福人的说话 多谢天父 神祢祭祈祷 我们所有祝福人的地方 你会纪念 所以我们可以开心做基督徒 开心侍奉神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